大家好,我叫普通僵尸,是一名高级特工 而我的任务是经过重重难关,入侵代夫的房子 最终吃掉代夫的脑子 而我现在正在和植物们进行友好的谈判 植物先生们,请问我可以进到房子里面去吗? 好的好的,那我不打扰,我走了 可恶啊,看来我只能挖隧道了 我终于可以上厕所了 应该就是这个位置了 加刚特尔,江王博士,我的任务完成了 可恶啊,难道我就不能完成任务了吗 那个是,这个人的庭院里面没有种植物 太棒了,我的任务终于可以完成了 有人在吗 你好,我叫阿杰 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我这里有个面包 我房间里面有一些好康的东西 来嘛来嘛,杰哥干嘛了 诶,杰哥,杰哥 诶,杰哥的商店 曾前,杰哥开了一家百货商店 用来向人们出售一些生活必需品 诶,杰哥,你这有没有五厘秘籍卖啊 啊哈哈,那当然是有的了 诶,我这刚好有一本祖传的五厘秘籍呢 这一般人我都不卖给他 啊哈哈,太好了,别人都叫我二傻子 啊,对对对,就是专门卖给二傻子的 啊,真的吗?谢谢老板 不用谢,不用谢 诶,我一定要好好练功 看看第一页写了什么 啊,终于解决了,看看第二页 老鼠生病了 哎呀,你怎么生病了呀,老鼠 哎呀,我可能是着凉了 哦,你等着,我这有专门治老鼠的药 来,拿着 啊,谢谢你这是什么药啊 耗子药 啊,什么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哎呀,杰哥,我这明天开始学了 我作业很明显的,怎么办呀 你这有没有学习机卖呀 呃,没有 但我有步步给我打火机 啊,哪里,不会点哪里 呃,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 核弹之神 哎,有了他,你看谁敢收你作业 哎,假如MC里发生了丧尸危机 玩家们只能通过不停占领庇护所 和收集丧尸的物资来度过日子 那么在这个极其危险的世界里面 我们能否生存一百天呢 哎嘿嘿,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几号啊 如你们所见啊,我现在是一名幸存者 哎,那么作为一名幸存者 这个物资的收集就很重要 所以咱们先到医院 啊,因为医院物资多 哎,绝对不是来看脑子的 但是我刚进医院 就发现这个僵尸啊 对我非常热情 这有出来迎接我的 还有给我送食物的 哎,以及出门想摇抱我的 哎,不过啊,都被我们一一制服了 占领医院之后啊 我们开始搜刮物资 这找了好几个箱子了吧 这,这都找啊呀 就不能来点实用的嘛 然后我反思了一下 咱们这现在是一个人 那这双宝速度肯定卖 哎,那要是我多教上这个人 那这速度肯定层层的呀 哎,毕竟这打僵尸 多是一件没事 好的,我们发现前方还有一个幸存者 哎,过去打个招呼 你好 呦,这哥们发现咱们了 哎,那给你个钻石飞刀 哎,快捡吧,快捡吧 哎,哎,交个朋友,交个朋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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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个 我的天,怎么这么打一个 好家伙 我这哥们很是消影呀 只拿一把木剑和这个军飞 打的有来有回的 但我感觉啊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就我这哥们身体只有一把木剑 他吃到被军飞干掉呀 所以我灵机一动 哎,对吧啊 你说这鱼鳍被军飞干掉 不如被我干掉 哎,这叫什么 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干完好事之后就是开心啊 哎,这出门就会见两只军飞 哎,等等不对 哎,啥子 好吧,这个军飞比较强啊 但是啊,凭我的这个技术啊 打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哎呦呦呦,这不是小明吗 这几天不见都穿上钻石套了呀 哎,来,让我看看 哎,鸟哥 这钻石非常的珍贵 你一个菜鸟怎么能穿这钻石套呢 啊,你是过意找茬是不是 哎,醒醒 鸟哥,我怎么敢找茬呢 你看你忙里忙外的多辛苦呀 哎,穿点钻石算什么呀 啊,对对对 哎,我也是有钻石套的人了 赶紧让我出去显摆一下 嗨,这个菜鸟还真是 哎呦 哎,这怎么有严谨话这 哎,建房子啊,建房子 哎,我建的房子就是好看啊 哎,再去挖点矿石装修一下 挖钻石啊,挖钻石 哎,坏了,我没有木头了 哎,就能让菜鸟帮我摘点下呗 哎,我来了,我来了 这是你要的木头,给 啊,谢谢你,你哪里的木头呀 呵呵呵,你猜猜看啊 哎,我终于又集齐钻石套了 哎,赶紧都附魔一下 嘿嘿,我有附魔钻石套了 哎,小明啊,能再给我穿一次吗 这次保重不动会 哎,行吧行吧,再信你最后一次 哦,谢谢你小明 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 哎呦,坏了,到时间了,再见 善良的杰哥 从前,有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大漂亮 独自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呃,好饿呀 啊,谁能给我一个面包啊 呃,谁给我面包的话 让我做什么都行 而这些话刚好被当地的热心市民杰哥听到了 杰哥非常感动 便对大漂亮说 哎,你好,我叫阿杰 我听到你说你肚子饿 我这刚好有个面包 我还不饿,来给你吧 啊,谢谢你,请问我该如何报答你呢 嗯哼哼,我想让你别吃 小朋友,你吃饭就很多 垃圾大王 元代放假的小明每天都在家里玩游戏 这时小明的爸爸走了进来 他对小明说道 小明啊,你怎么又在玩游戏啊 你知不知道我们小时候上学有多辛苦 我们那时候想上学 就得自己捡垃圾来凑学费 上课好好学习 下课好好捡垃圾 所以才有了我这么一个优秀的人 小明听到后非常惭愧 嗯,我也要边捡垃圾边学习 于是小明开始上课认真学习 下课认真捡垃圾 终于在十年后 小明终于成为了一代垃圾大王 过上了吃穿不愁的生活 痛苦的阿爽 曾前有一个叫阿爽的年轻人 他非常热爱学习 经常连续学习好几天 终于有一天阿爽累死了 在阿爽的葬礼上 阿爽的朋友们非常伤心 他们哭喊道 阿爽啊,爽啊 这时一旁的杰哥走了过来 哎,你们什么事那么爽呀 嗯,爽死了,爽死了 啊? 百万富翁 小明是一个百万富翁 他每天都要边吃苹果边喝奶 一天小明到医院里面检查 哎呀,坏了小明先生 你得的是绝症 你恐怕只能活半个月了 小明听到后非常惊慌 于是他找了一个杀手 他对杀手说 哎,请你在我最开心的时候 把我干掉 我不想痛苦的离开 说完给了杀手钱 杀手被感动了 哎,放心吧 哎,我保证给你安排的又快又狠 保证你没有痛苦 小明回到家中 开始了混吃等死的日子 一天晚上 医生突然来挑门 哎,小明先生在吗 哎,医生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哎,恭喜你 其实你没有得绝症 上回是我们给你看错了 小明听到后非常高兴 啊哈哈哈哈 我没事了 我没事了 哎哟 任务完成 试卷来咯 哎,这试卷都发了 怎么还不做呀 老师啊 大伙都不敢做 有人说 说是有人在试卷里下的毒 嘿,行行 这位同学真会开马秀 快趁热坐吧 我不打扰 我走了 你不能走 哈哈哈哈 校长啊 你不会相信那位同学 互说八道吧 我信 我非常相信 校长啊 怎么 怎么你也喜欢开马秀啊 这试卷你要是没放毒 来 你把它走了 校长啊 这试卷十分的珍贵 应该要让同学们先做 我一个班主任 怎么能做这试卷呢 你说是吧 你看你每天闲得没事干多辛苦啊 做份试卷算什么呀 你要是不做 就证明这试卷你下毒了 这不对吧 这今天谁想陷害我这 这位同学 你又想陷害我是吧 行啊 我做 我做 这做试卷 你看多是一件没事儿啊 哎 不简单不难 这题出的真是好极了 嗯 校长 你看啊 我都没事儿吧 所以啊 快坐吧 这这这都看我干嘛 这坐呀 坐呀 他奶奶的 坐啊 坐啊 为什么不坐 坐 都不敢坐 都怕得零分是吧 好啊 不坐 啊 不坐 我就 我就走喽 哈哈哈哈 哎 走喽 哈哈哈哈 痛苦的牛顿 啊 你好 请问是牛顿先生吗 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通知您 请问您要先听哪一个 呃 先说坏消息吧 坏消息是您得了绝症 啊 什么医生救命啊 我不想死啊 哎 不过没有关系 您得了是绝症早期 已经被我们成功治愈了 太好了医生 那我还有一个好消息是 您现在是绝症晚期了 哎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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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顿来玩MC 呃 牛顿先生啊 其实你这个病吧 还可以治 啊 真的吗 那该怎么治呀 首先你需要来到MC里面 在里面收集到三颗鸡苹果 我就可以帮你制作解药了 太好了 那我该怎么去呀 呵呵 祝您一路帅风 哎呦 啊 这 这里就是MC吗 哇 感觉这里好真实啊 哎 我相信我一定能玩的很好 哎 这里有一棵树 正好砍了做柴火 啊哈哈 我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可恶啊 这不科学 为什么会有这种树存在 实在是太不科学了 啊 看我把你全砍了 全砍了 啊 我要把这些树全部砍光 别打了 别打了 我再也不砍树了 再也不砍树了 当牛顿来到我的世界 嗯 哎 这怎么有一个黄金内裤啊 算了 拿回家洗洗穿吧 哦 年轻人 恭喜你发现了我的黄金内裤 哎 我将把它当做礼物送给你 哦 真的吗 太谢谢你了 可是你这黄金内裤很贵吧 哎 你放心好了 这本来就是一条普通的白色内裤 这只不过我穿了十年啊 没洗没换 它就变成黄金内裤了 啊 啊 啊 我不要了 哎 你别呀 你不要这个 我心里拿瘦呀 谢谢 我要了 我心里够难受 哎 你看又不这样吧 我是一个MC高丸 这不如我教你玩MC吧 哦 真的吗 我正好想玩MC呢 哎呦 那这不巧了吗 跟我来吧 哎 来 我现在将你第一步建房子 哎 就看这个房子吧 这可是我开创造辛辛苦苦 搭了两天才打出来的房子呢 所以你也赶紧去建房子吧 啊 哈哈 我的房子完成了 呀 我这都等不及要拎包入住了 我来喽 哈哈哈哈 嘿我的房子就是好看啊 你家房子只有一面吗 假如腾讯代理了奥特曼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这哪里有奥特曼啊 哦 年轻人 你想变成奥特曼拯救世界吗 我们可以帮助你 啊 真的吗 太好了 哎 没错 只需要一个六四帮 你就可以变成初代奥特曼了 可恶啊 怎么这么贵啊 退油了退油了 哎 别别别 哎 充一块钱也是可以的 哎 我也可以变成奥特曼了 哎 贝利亚 贝利亚 嗯 你倒霉的时候到了 看我怎么变身击败你呢 抽蛋 啊 这 这我怎么这么小啊 可恶的同讯又卖给我假货 他这个无良的骗子 他就是个 哎 别别走啊 哎 我还没和你决斗呢 可恶 他竟然看不起我 看来 我需要放暗器了 啊 竟然不理我啊 哎 哎呦 哎 你好 要不要冲一个六四帮 被你变大呀 明侦探柯南 大家好 我是明侦探柯南 我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 只要是由我经过的地方 那边的居民很快就会有好事发生 哦 你好你好 你就是那位明侦探吗 哎 是的 是的 我是柯南 小五郎先生 啊 小五郎先生啊 博物馆的黄金内裤昨晚上被偷走了 快想想办法啊 啊哈哈 不用担心 我明侦探小五郎肯定能帮助你的 但我要先考察一下这里 嗯 这里没什么异常 巴嘎 这里也没有什么异常 又喜 这里还是没有什么异常 哎 厕所就不用看了吧 警察同志 经过我机密的推理 你们丢的是一条黄金内裤 啊 对不对 哇 真的呀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不愧是明侦探啊 这推理了个屁呀 这些不都是废话吗 看来又得靠我了 哎 哎等等 这里有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怪盗基德 啊 还有这个 啊 基德用过的纸巾 啊 看来我知道新手是谁了 就在昨天晚上 怪盗基德突然出现 他使用钻石搞敲碎的玻璃 在将黄金内裤取出之后 留下他的亲密签名 最后逃之夭夭 我已经知道新手是谁了 那么我现在只要拿出我的麻袋枪 小五郎晕倒之后 我就可以破案了 好 那么我现在就来 哎呦 啊 这 哎呦 放我出去啊 哦 拍打星拍打星 我们在我的世界里面 啊 什么是我的世界啊 哎 这是一款游戏 我们可以砍树 可以挖矿 可以搞建筑 还可以当村庄英雄 哦 太好了 我喜欢MC 啊 不知道张鱼哥喜不喜欢MC 哎 让我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哎 张鱼哥 开门啊 开门 哦 不不不拍打星 我讨厌你 我讨厌MC 没关系的拍打星 咱们来造武器吧 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怪物 我们只有造出武器才能保护自己 而我选择造一把铁剑啊 又锋利又便捷 哦 海绵宝宝 你的武器真好 哎 不信我只有一把泡泡拉烂的宝剑 哎 你 竟然如此的话 咱们就来挖矿吧 哦 海绵宝宝 你看 那边有个会走的黄瓜 嗨 你是黄瓜精吗 哎 拍打星 拍打星 那东西危险 放松点 海绵宝宝 你看我现在有什么危险吗 海绵宝宝 咱们给张云哥带点礼物吧 哎 没准他就喜欢上RMC了呢 哇 好逐艺啊 拍打星 你真是个天才 哎 你准备好了吗 拍打星 哎 我准备好了 哦 我讨厌你们